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有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387集 致幻丹 空城中 东城交繁华 至于北城 有些偏远不说 其繁华的程度也弱了许多 大多数普通的修士都是居住在北城内 青龙会 这原本是北城区域内一个小组织的名字 这名字有其霸气存在 可以想象 当年创建青龙会的那些创始人 他们的豪气甘云 可惜啊 理想与现实相差太远 青龙会存在已有百年历史 百年前他们占据了北城边缘地带的小片范围 百年后依旧还是如此 没有丝毫的能力去扩张 不过幸运的是青龙会的山门 竟是一处洞府所在 这洞府规模还不小 一应俱全 甚至洞府内还有庭院水池 虽着庭院有些杂乱 水池也都近乎干苦 看起来有些寒酸 可内部很是大气 作为一个小组织的门面 绰绰有余 整天在这人数不到三十的青龙会内 这些人依靠着自己这片区域的保护费 还有就是贩卖一些明面上星空倒击宗 没有放任也没有阻止的敏感灵药来维持生活 虽算不上富贵 可至少比普通修士活得自在 百年的时间也送走了七八个黄袍弟子 眼下最厉害的是当年的一个创始人 如今已是金丹出气的修为 在彩虹上念着香火之情 实诚照顾才使得青龙会始终存在 可如今随着白小春的到来 以其金丹修为 在走入这青龙会山门的一刻 就已经注定了 从这一天开始 青龙会一主了 百剑土领 在白小春与神蒜子进入这洞府内 阵阵快速的轰鸣声后 里面传出了带着颤音的拜见声 白小春得意的坐在这洞府的大厅上手 神蒜子一脸肃然 站在白小春身边 墓中露出精芒似咄咄逼人 俯视下方 此刻跪拜在那里 一个个鼻青脸肿 神色露出敬畏的修士 这些修士都是助击 其中成一弟子 包括之前的那位在内 一共两人都苦涩的向着白小春抱拳 大家自己兄弟 你们放心 有我在 以后咱们一起明镇空城 白小春一拍座椅 胸中是盛起豪情 下方这三十多个人 一个个面面相去 不敢多说 只能继续低头 白小春心满意足的交代一番后 越看这洞府越是喜欢 找了一个最大的房间 住了进去 修行时 白小春发现 随着自己适应了 星空到我集中 浓郁灵力与消耗 自己的修行速度 终于开始了攀升 尤其是不死机 更是明显 他顿时兴奋 赶紧的闭关修炼 而神算子这里 他对青龙会议这些人 说不上好感与恶感 不过 这并不妨碍 他此刻觉得自己 已经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了 自动的帮助白小春去打理这青龙会的账务 将青龙会此刻拥有的所有贡献点统一收走后 统一管理 青龙会中人是敢怒不敢言 可却没有办法 白小春的金丹修为如同大山 让他们无法挣扎 只能认命 内心多少也有一些期待 琢磨着自己的头领是在空城内少见的金丹修士 那么或许他们的生活真的会从此不同 可这样的幻想与期待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众人都傻眼了 半个月过去了 白小春这里没有任何举动 那也就罢了 省吃俭用一些 以青龙会的收入多养两个人也没事 可是呢 白小春太能吃了 顿顿都是零食不说 穷江玉叶更是少不了 甚至每天还要用灵水洗澡 这一切的一切 让青龙会的众人都悲愤莫名 尤其是当一个月过去后 就连神蒜子都有些撑不住了 他管理一账务 眼睁睁的看着原本还不少的青龙会的贡献点 此刻锐减 顿时着急了 徒领 徒领饶命啊 我们辛辛苦苦的小本买卖 经不起您老人家这么吃啊 徒领啊 这么下去不行啊 如此花销 怕是再有几天 青龙会就要把这豆腐转租出去才渴了 青龙会的修士一个个都快哭了 与神蒜子一起 找到正在吃着灵机的白小春 哭诉了起来 神蒜子也在一旁苦笑连连劝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有恒 白小春听到这些人的话语心底觉得不大好意思 他在东城时奢华惯了 如今到了这里 即便是省吃俭用 可在外人看去 依旧是奢侈无比 况且这些日子 他的不死金在修行中有突飞蒙进之意 使得他的消耗也变得比以往大了很多 白小春也尝试过超级壁骨丹 可此丹只能解决基础消耗 对于修行来说难以相助 于是在食量上 白小春不知不觉的 竟比以往大了不少 以至于这小小青龙会 他吃了一个月 已经快要吃空了 还请 还请前辈放我们一马吧 这一个月 我们自己都省吃俭用了 加上收取的保护费 甚至都加大了去贩卖置换单 可就算是这样 赚来的贡献点 也都不够您吃的 最早被白小春抓住的那位成衣修士 此刻哭散着脸 眼巴巴的看着白小春 一脸的可怜兮兮 白小春干咳了一声 更不好意思了 他这一个月闭关 忘了当日入住青龙会时说出的豪言 此刻一拍胸口 正要带着众人外出打地盘时 忽然白小春听到了 致幻丹这三个字 他愣了一下 什么致幻丹 啊 致幻丹是这些年 在四大城内流传的一种灵药 此要没有太多功效 唯独能产生一定程度的幻觉 修士赤下后 甚至可以某种程度在脑海里去改造这种幻觉 变化出他想要的画面与世界 效用无求 那成衣修士连忙开口 在白小春的要求下 他无奈的从厨袋内拿出一个小木盒 递给了白小春 白小春接过后打开一看 这小木盒内放着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黑色丹药 没有任何的药箱传出 他拿在手中看了看 很是惊奇 神算子在一旁也看向这致幻丹 他虽听说过 可眼下也是第一次看到 白小春好奇 索性用指甲挂去这致幻丹外面的黑皮 眼看这么一枚致幻丹被如此糟蹋 青龙会的这些人心都痛了起来 可白小春这里呱着呱着 原本好奇的神情开始变化 成为了诧异 而后更是睁大了眼 直至最终 当那所有的黑皮都被挂掉后 居然从这丹药内部 飞出了一缕灰色的烟丝 在看到这烟丝的瞬间 不但白小春呼吸急促 就连神算子也都在 看到后灭色大变 是声惊呼 这 这不是少祖你的幻物吗 神算子话语一出 青龙会的那些人也都愣住了 不知道神算子这句话什么意思 白小春灭色阴冷 右手抬起 向着那一丝灰色烟丝一抓 拿在面前仔细的分扁之后 他已经完全确定 这所谓的致幻丹 正是他在血溪宗炼药时 无意中创造出来的幻物 这幻物后来在四宗大战时 白小春还曾将其改进 以引力斥力环绕 形成了可被其他人使用的幻丹 他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在这星空到极宗内 看到了此物 而且明显的 这是被人再次改良 使得幻力被大幅度的削弱 无法产生太过严重的影响 可却能让人去改变自身的幻觉 沉浸在自己创造出的美好之中 甚至还可以在那幻觉里 去辅助修行 种种妙用 白小春身为要道大师 此刻略意感受 立刻就明误在心 只不过 这丹药的改良很是粗糙 存在了一些弊端 可无论怎样 这也是从白小春的幻物中提取出来 此时让白小春的墓中露出了寒芒 不告而去 是为道 白小春咬牙开口 很是生气 看向青龙会众人 这只换丹 从何而来 青龙会那两个成衣修士 此刻也觉得很不对劲 看到白小春 与神算子的表情 二人呼吸略急 阴隐的似猜到了什么 可又觉得不可思议 此刻听到白小春的话语 二人不敢隐瞒 连忙开口 是 是天空会 天空会 作为空城最大的组织 把持整个空城一定份额的商家 更是控制着空城的地下世界 其内会员极多 而这只换丹 也正是天空会散出 我们这些小组织 代为贩卖 赚取差价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